今天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四章 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方面都要尊敬神 显出我们是神的儿女 十二十三章是讲我们实践整个约 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都在讲这些 怎么样可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祂的孩子 从十二章就开始讲我们要敬拜他 特别十二章我昨天就讲到分四段 第一第四段都是不要效法迦南人 特别是他们拜偶像的问题 所以不要让他们那些偶像的风俗 甚至偶像是存留在那里 不要让那些偶像或者是偶像的风俗传留下来 跟着中间那两段就讲到 就是要去到神所指定的地方 去立他的名的地方去敬拜他 中间两端就讲到 所以要在神所指定立他名的地方去敬拜他 那里一开始就是讲要怎么样去敬拜 而今天来到第十四章 今天来到第十四章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单单每年去朝见神 我们成为神儿女 不是单单只说每年怎么样去朝见神 破除所有偶像 破除所有的偶像 单单去朝见神 这样就够了吗 不是的 今天这一章是讲到生活的每一方面 我们都是侍奉神 我们都是侍奉神 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来尊荣神荣耀他 不单止在敬拜那方面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现在不单止每一日 每个礼拜主日 我们要来到教会当中去敬拜他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不只是主日礼拜天要来敬拜他 昨天我提到 我们就是现在又有线上又有实体 昨天我们提到说 有线上又有实体对于敬拜 但是圣经就说到 要去到神指定立他名的地方 那圣经又讲到说 要去到他指定立他名的地方 在新约在我们现在就是教会 所以我昨天都提醒我们弟兄姊妹 要小心了 不要习惯在网上 所以昨天我都提醒弟兄姊妹说 要小心哦 不要只习惯在网上 网上我自己方便 线上是为自己方便 但是缺少了很多东西 除了信服神 缺少了很多东西 除了信服神 就是我们信服神 我们要回去神指定立他名的地方 我们信服神 我们就要去到神指定所 他立命的地方 如果现在有一些 做网上的基督徒 他是没有实体的了 现在有一些网上基督徒 他就没有实体了 没有聚会了 没有聚会了 就算他穿光很漂亮的衣服 坐在电视前面 都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穿得很整齐 坐在荧幕前也还只是他一个人 何况都不会这样的 何况更没有 在家里就吃点东西 喝点东西 去个厕所 甚至在线上搜的时候 你可能上面是缩衫 下面就是短褲 甚至上线的时候 上面是衬衫 下面是短裤 其实是怎样尊名神 怎样尊重神 怎样敬拜神 怎样敬拜神 还有与人的关系 还有与人的关系 神的儿女是一个群体 神的儿女是个群体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不是你单单你自己 肢体要彼此连接 肢体是要彼此连接 所以因此是互相运用 这个是肢体的功用 所以恩赐互相运用 这是肢体的功用 所以需要有小组 需要有主日崇拜 集体的崇拜 需要有主日崇拜 集体的主日崇拜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自己也会从当中得益处 我们自己也从中得益处 我这样说 就已经是撇开了 说集体崇拜的时候 或者小组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我这样已经撇开了 集体崇拜或者是小组 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圣灵有另一种 特别的方式的运行 圣灵有一种特别方式的运行 当然我一个人 灵修读经的时候 有圣灵运行的方式 当然我自己个人 灵修的时候 有圣灵运行的方式 但是当我集体的时候 又不同的 但是当集体的时候 又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在家 读圣经 和我来到教会 神徒读圣经 是两回事 我自己在家中读圣经 跟来教会 承导读圣经 是两回事 所以在神徒里面 读圣经所领受的亮光 不是我家里领受得懂 所以在承导读经的亮光 跟在家中的是不一样 这是我21年的经验 所以每一次的领受 都有神新鲜的亮光 所以每一次的领受 都有神新鲜的亮光 因为神要藉着 这些真理的领受 去传递 去慰养弟兄姊妹 因为神真的要 借着这些 祂来传递 来慰养弟兄姊妹 也操练我们 更多的能够 走在圣灵里面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追求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追求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如何走在圣灵里面 我们大家就学习 怎样行在圣灵里 你知道我说什么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紧要了 你如果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也没关系 慢慢你会知道 这是讲到12、13章 这是讲到12、13章 第14章是生活每一方面 此次讲的是生活的每一方面 我们都要尊荣神 我们都要尊荣神 显出我们是神的义女 显出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看到三方面 我就将这三方面 分为三个段落 我把这三方面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节至第二节 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读下去的时候 我以前都会读错的 一到二节 我以前会读错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义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额上替光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不可将额上替光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额上替光 你读到这一节圣经 这一节圣经 有一个人死了 你读到这节圣经 你就觉得有个人死了 你是他的亲人 他死了 他死了 就要一种的风俗 他死了 有一个风俗 就要用刀在他身上画 就用刀在他身上画 就是割他 或者将他的头发剃光 或者把他的头发剃光 你读到这个意思的请举手 也有一些人 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 有亲人死了 你不要为死了的人 用刀或者用石仔 不要用刀或者用石头 割你自己的身体 或者将你自己的头发剃光 或者把自己的头发剃光 是自己的不是为死人 是画自己不是画那个死人 所以我们这个翻译 就是要加上自己了 所以翻译应该加上自己两个字 不可为死人在自己身上 就不可以为死人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你这样表示悲哀 就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悲哀 或者表示一些祖宗的崇拜 或者是表达对祖宗的一种崇拜 这字圣经有它的背景 这是有它的背景的 就是当时加南人他们会这样做 当时加南人他们会这样做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是显出对这个死人的孝心 当他们这样做就显出对这个死人的孝心 都会保护他们 就是当他们显明这样的孝心的时候 那个死去的人就会保护他们 有类似我们中国人的祖宗崇拜 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人的祖宗崇拜 我们的先祖是会保护他的子孙 就是觉得先祖会保护他的子孙 你这样为他牺牺牲去死你就这么痛苦了 你这样为他牺牲他死你这么痛苦 他在天上之灵都会保护你了 他在天之灵都会保护你 有这样的意思 有这样的意思在当中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这一节就是叫人家不要这样做 这节就是叫人家不要这样做 是整个的特别 是这里12章去到26章 12章到26章 这里是一开讲的 你不可以做什么 就是从这里开始 一开头就是讲不能做什么 就从这一章开始 12、10章都是敬拜的 12、13章都在讲敬拜 讲什么敬拜 这里就是禁礼了 这里就讲禁令 就是人 你有家人死了 你不可以用迦南的方式 这样去举爱 家里有人死了 不可以用迦南的方式来举哀 为什么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得作自己的子民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而第14章的第一节 一开头就说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第一节一开头就说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你们是神的儿女 你们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你摸摸自己 我是神的儿女 你摸摸自己说 我是神的儿女 这是一切禁令的开头 你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不能效法迦南人 不能够祖宗崇拜 为什么 我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应该怎么样 你的保护是从神来的 你的保护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祖宗而来 死了的人 他都是被造之物来的 死了的人 他也是被造之物 掌管一切的是神 掌管一切的是神 所以我们不要有 任何的祖宗崇拜 所以我们不要有 任何的祖宗崇拜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可以有祖宗崇拜 我们要单单 敬畏是封神 我们不可以有祖宗崇拜 我们要单单敬畏是封神 神才是我们的父亲 终极的创造者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就是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民 第二节就是说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 你们神为圣洁的民 你是神圣洁的民 你是单单属于耶和华 你不属于任何的东西 你是圣洁的 你是圣洁的 你是holy的 是holy的 你的身体都是holy的 身体也是圣洁的 神创造你 神是你的父亲 是不是 母亲 你身体是圣洁的 身体是圣洁的 你的身体在神眼中 看似好的 你的身体在神眼中 看似好的 身体是属于神 我们不可以伤害这个身体 我们不可以伤害身体 不要因为死了父母 或者自亲自爱的人 不要因为死了父母 或者自亲自爱的人 你就伤害自己 就自残 不可以自残 不可以自残 身体是神所造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完全属于神 是完全属于神的 我们不可以伤害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是神在万民之中 拣选 我们是神在万民之中拣选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要尊名神呢 为什么我们要尊荣神 因为 是神拣选我们 是神拣选我们的 家男人神没有拣选他们 家男人神没有拣选他 家男人是要被赶走的 他们是拜偶像 家男人是拜偶像 他们是要被赶走的 但是我们是单单属于神 我们单单属于神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不单止不要自残 我们不只不能不要自残 我们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们不要效法 世界上这些人 因为我们在世界中 既选出来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 被选出来 归耶和华为圣 单单属于神 单单属于神 世人不是 世人不是 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 甚至我们举爱的方式 甚至我们举爱的方式 都是跟世人不一样 都跟世人不同 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 今天你如果信了耶稣之后 跟你公司里面 其他的人都一模一样 如果你跟你公司的 其他人都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你有问题 因为看不到你是圣洁 看不到你是从万民中拣选 看不出来你是从万民中拣选 如果我们跟万民都一样 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想的 他们的价值观 跟我们都一样 你有问题 那你有问题了 你没有在公司里面 显出你是神的耳驴 你没有在公司当中显出你是神儿女 我知道我们香港有六盒彩的 现在有没有 现在还有六盒彩的 现在还有 现在应该还有 应该有 应该还有 我不好意思 不过我应该相信 你神儿土人都不会买六盒彩的 我应该相信 你春岛不会买六盒彩 如果你有买 你快点告诉这个组长 去凝聚吧 如果你有买 你就赶快跟组长说认罪会 如果你想做善事 就不需要买六盒彩 其实是博彩的 其实只是在博彩 在公司里面 在公司中 那些同事就会搞这些 买六盒彩的活动 同事里面会搞这些 买六盒彩的活动 每人一百块 每人一百块 是不是 够钱 我们就买很多张 大家合 然后就来买很多张 中了就大家有钱分 中了大家就有钱分 就是你买不买呢 那你买吗 你买不买对呢 你会不会靠拢呢 就不要说到打麻将 就不要说是打麻将了 是啊 我们初心的时候 都会面对这些试探 初心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对这些试探 你打开 和这帮人打开麻将 埋堆 哇好好玩 除了赌 还有建立关系 如果你跟一群人 一直都在打麻将 你除了赌博 赢钱 还有就是 关系嘛 好玩 我们还说 这种的方式 对中国的伟大发明 我们都说 这方式是中国的伟大发明 我们可以在最小的空间 做最长的薄杀 我们可以在最小的空间 做最长的薄杀 我以前都很喜欢打 以前我很喜欢打麻将 那公司的人叫打牌了 那公司的人叫我说 打牌了 怎么办 如果这个时候 你信了耶稣 如果这个时候 你信了耶稣 那你打不打呢 那你打嘛 以前打开的 以前都打的 我告诉你 你一打牌 我告诉你 你一打牌 你就传不到福音给他们了 你一打牌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就翻不了身 你在你的公司 就很难翻身 我只是翻圣结的身 我意思是指 翻圣结之身 你就甩不掉了 很多世界的东西 你就会跟着 就会跟着了 但是如果你在六合彩 在麻将 你翻到身 你就不同 但是如果你能够 在六合彩 在打麻将 这些事情翻身 那你就不同 但是你要付很大代价 但是你要付很大的代价 不是对 因为你跟人家不靠聋 跟世人不同 跟与世人不同 很多人不想付这个代价 很多人就不想付这个代价 所以 等我打牌 玩 买六合彩 买到临死之前 那我就相信耶稣 所以等我玩六合彩 买 我弄到 我零死钱 然后我就信耶稣 不过你要跟这些人说 你怎么知道 你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 但是你要跟这些人说 你不知道你何时走 你走的时候 是不是牧师来得 讲得及来 你那里为你洗礼 不知道 那你走的时候 牧师来不来得及 赶到出来帮你洗礼 你不知道 这样的心态 所以说得及 神是否被你入天堂 不知道 那你这样的心态 到底你重视来得及好了 神是不是给你进天堂 不知道 因为你是manipulate 整个的恩典 因为你在操控恩典 就是不信 就是不信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已经讲多了 我这样讲多了 好了 那我想 这里就是我们要完全的 跟世界不一样 这就是讲到 我们要完全跟世界不同 这个也是整个革命的 就是禁界的开始 这是所有的禁令的开始 这个基础就是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这个基础就是 你们是耶和华 你们神的儿女 你们是圣洁的名 是神在万民中 拣选出来得了自己的子民 是神在万民当中 拣选出来特做自己的子民 所以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我们都跟世界是不一样 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 我们是这样来尊名神 我们就是这样做让神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是显明我们是敬畏神 是显明我们敬畏神 顺服神 还有我们会蒙福 蒙福的方式 不是跟从世界 蒙福的方式 就不是跟从世界 或者用世界那些方式 或者是用世界的方式 这样来趋吉避凶 这样来趋吉避凶 不是的 我们是有神跟神 我们有神跟神就行了 我们看第二大段 我们看第二大段 第三节至到第二十一节 三到二十一节 这里是讲到 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不可以吃 我们就不会仔细地读 读 我们就不会煮节的节 为什么有些 以色列人有些东西可以吃 有些东西不可以吃 神这样吩咐他们 以色列人为什么有些东西可吃 有些不可吃 神这样吩咐他们 有一些 今天我们的理解 其实去到新约的时候 就已经都不是这样了 其实到新约也不是这样了 在保罗的教导里 在保罗教导里 饭物都可以吃 饭物都可吃 只是要照各人信心的大小来吃 只是要照各人的信心大小来吃 如果你觉得吃那样东西 你不够信心 你觉得会污蔚 如果你觉得吃这个东西 你没有信心 你觉得会污蔚 那你就不要吃 那你就不要吃 如果你觉得这东西 没有问题 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没问题 你有信心吃 你有信心吃 可以 你就吃 那你就吃吧 只不过一个原则 只是有一个原则 你有这样的信心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有这样信心吃东西的时候 你吃完是没有不结的 你觉得吃完没有不结 但是这个人 他觉得吃了就不结 但是另外这个人 他觉得吃了就不结 如果你这样 你会叛倒他 你就不要吃了 如果你吃了 你会绊倒人家 那你就别吃 这是爱心的原则 神要以色列人 在旧约这样做的时候 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我也相信 神要以色列人 在旧约这样做 有他其他的原因 就是有 比如他们不吃猪肉 比如说他们不吃猪肉 为什么不吃猪肉呢 一方面因为猪什么都吃 一方面因为猪什么都吃 什么垃圾都吃 什么垃圾都吃 就好像有些的鹰 那些雕 都是那些 他们专吃一些腐肉 有一些的鹰 他专吃腐烂的肉 所以鹰的肉 我们都不好吃了 所以鹰的肉我们也不吃 因为卫生的关系 因为卫生的缘故 因为健康的缘故 我也都知道猪有回虫 我们也知道猪有回虫 所以原来猪都是有他的问题的 所以猪也有他的问题 这些都是卫生的问题 这都是卫生问题 这些就见仁见智了 这就是见仁见智 对我们今天的应用 但是神在旧约里面 规定以色列人 不可以吃猪 其实都是 是看出大家的健康 神在就与当中 叫以色列人不能吃猪 也是体恤大家的健康 讲到猪很特别的 讲到猪就很特别 我们去以色列 我们去以色列 我就去到一间餐厅 我就去一间餐厅 那个餐厅里面 他可以供应给所有犹太人吃 一种的猪 这种猪叫圣结猪 这餐厅就供应给所有犹太人吃一种猪 这种猪叫圣结猪 他们就算是守犹太律法的人 都可以吃的 守犹太律法的人都可以吃 叫圣结猪 叫圣结猪 为什么呢 就是分体不分体 是不是倒着 分体不分体 是不是倒绝 但是这些猪 我不让它落地 他说这些猪我不让它下地 它出生之后 就是浪起来 在上面的 它一出生就把它晾起来 就是它不下地的 就是我就喂饮它吃 就是放在那个办公中喂东西给它吃 就是它不可以到处收拾东西吃 它不会到处跑 然后到处捡东西吃 不可以吃地上的 这些就称为圣结猪 这就称为圣结猪 这样就可以吃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就是人就有这样的方式 人就有这样的方式 那我也去试试圣结猪是怎样的 我也去试试圣结猪是怎样的 我记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为什么不要吃猪 为什么不要吃猪 因为当时规定它们 猪是不结 为什么当时要规定它们 猪不结不可以吃 其实也有一个属灵的原因 也有一个属灵的原因 今天我们中国人 我们有一个习俗 我们的习俗 我们会烧乳猪 用乳猪来干嘛 是的 欠给偶像 为什么 其实当你欠个乳猪给偶像的时候 偶像会保护你 偶像会保护你 我们献乳猪都是这样的观念 我们献乳猪有这种观念 你有任何的灼灼灾难 它都会保护你 觉得有任何咒诅灾难 它会保护你 偶像的能力会保护你 觉得偶像的能力会在你身上 它会帮你 所以要欠乳猪 所以就在那里献乳猪 而当地的加南人也会这样 而当地加南人也会如此 所以猪是不解 所以猪是不解的 神不要他们吃猪 神不要他们吃猪 是有这样的原因 他们在这一段里面 说到哪些东西可以吃 哪些东西不可以吃 在这段他们讲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 饮食的习惯 饮食习惯 其实也要跟世人不一样 也要跟世人不同 显明我们是神的乳猪 其实是这样做 他的目的 目的是 就是叫他们学习敬畏神 还有第21节 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 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 可以给你成女寄居的吃 幻华与外人吃 因为你是归夜和华 你神是圣洁的民 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 或卖给外人吃 因为你是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你是圣洁的民 你是单单属于神 你是圣洁的民 你单单属于神 这是21节 神不要你吃这些自死 神不要你吃那些自死的 但是你可以处理它 但是你可以把它处理了 或者卖了 还有不可用山羊糕母的 乃煮山羊糕 不可以用山羊糕母的乃煮山羊糕 留意到一节圣经 讲两件事 你看见吗 圣经讲两件事 为什么自死的不能吃呢 为什么自死的不能吃呢 为什么不要用山羊母的奶 煮山羊糕呢 为什么不可以用山羊母的奶 去煮山羊糕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 我们是有生命的 我们是有生命的 我们是有神的生命的 我们是有神的生命的 我们有神的生命的 将死 看轻生命 神不要我们侵探生命 或者生命呢 和死呢 是混在一起的 或者是把生跟死混在一起 我们是属于生的 我们是属于生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生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生 而不是死 而不是死 不要用死的东西 自死的来供应你的身体 不要用自死的来供应你的身体 那个动物是死了 动物是死了 它不是被屠宰的 它不是被屠宰 它是死了自死了 死在它身上 死就在它身上 我们就不把这个死放到我这个有生命的身体里面 我们就不把这个死放到我这个有生命的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不要吃自死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 而我们不吃自死的 这是一个属灵原则 这是一个属灵原则 那个是死的 它是死的 我不要把这个死放到我这个生的里面 我不要把这个死放到我这个身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用山羊糕母的奶来煮山羊糕 山羊糕母的奶是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它是要来喂养这只山羊糕 这个羊仔让它长大 它在喂养山羊糕让它长大 是一个生命的供应 这是生命的供应 但是你用生命的供应 不是供应生命 而是煮死这一只山羊糕 真的不行 但是你不是用这个生命的供应来供应生命 而是要煮死山羊糕 那就不行 不单止是残忍 不止残忍 而是违背了神生命的定例 而是违背了神生命的定例 违背神的创造 违背神的创造 神是生的 神是生的 不要跟死的沦迹 在神里面没有死亡 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 我们没有死亡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没有死亡 我们永远活着 纵然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灵是到神那里 只是我们换个帐篷 只是我们换个帐篷 我们没有死的 我们没有死 我们是很荣耀的 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帐篷里面 我们就好好的活着 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帐篷里 我们就好好的活着 我们也珍惜这个帐篷 所以我们 这里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在我们的生活每一方面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 我们都要带来生命 所以我们的口 所以我们的口 是要讲有生命有造就的话 是要讲有生命造就的话语 我们的口 是要来供应生命的 我们的口 是要来供应生命的 我们的口 不要用来煮死人的 我们的口 不要来煮死人 你懂广东话 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 口不是用来咒作人 口不是拿来咒作 所以我们的口 是不出恶言 我们口不出恶言 出批评论断的话 不出批评论断的话 我们这个口 是要出活水的 这口要出活水 出甜水 出甜水 而不是要出苦水 而不是出苦水 生和死 光和暗 是不要混在一起的 生跟死 光跟暗 是不能混在一起的 有光就没有暗 有光就没有暗 有生就没有死 有生就没有死 在饮食方面 在饮食方面 这些都要表明我们是神的意义 这些都要表明我们是神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 Amen 最后一段 22节到29节 就是 在生活每一方面 我们去尊敬神 我们尊重神 都是考虑到神的 考虑到神的 话 考虑到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都是考虑神的话 考虑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无论是举摇的事情 饮食的事情 所以无论在举摇 在饮食的事情上 还有我们中国人 我们香港人 很注重一件事情 还有我们香港人 很注重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saving 就是我们的储蓄 你看到那个香港汇丰银行 那个打宝仔 那个眼神 你看到香港汇丰银行 那个广告 那个这个叫什么 本子 我们很喜欢存钱 我们跟西方的思想 很不一样 我们跟西方思想很不同 西方就很喜欢花钱 西方就很喜欢花钱 觉得这样才享受 觉得这样才享受 这样才好 这样才好 我们就不喜欢借钱 西方人就很喜欢借钱 西方人就很喜欢借钱 越借越多越有credit 他觉得越借越多 越有信用 我觉得我用别人的钱 挺开心的 绝对自己在用别人的钱多开心 但我们又不舍得用钱 我们就舍不得用钱 在钱这方面 我们都是要尊荣神 在钱这方面 我们都要尊荣神 所以这里是讲到十一奉献 所以这里讲到十一奉献 就是你所有收入里面的十分之一 你要拿出来 就是你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 要拿出来 要来尊荣神 要来尊荣神 显出你是神的儿女 显出你是神的儿女 从这里讲到三年里面 最后一年 讲到三年里面最后一年 的十分之一 你又要拿出来 是周济穷人 要周济穷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就是每一年三十分之一 就是每一年的三十分之一 就是要拿出来 帮助有需要的人 就是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你一切的收入里面 在你一切收入里 你都要这样顺服神 你都要这样顺服神 去分配你所得的 去分配你所得的 在你的储蓄里面 在你收到每一分的银 在你收到的每一分钱 你都要这样做 这里又讲到去敬拜神 这里又讲到去敬拜神 你十分之一 逃生的 逃生的 你说又住得耶路撒冷很远 如果住离耶路撒冷很远 难道我将这只逃生的牛 一直拖到耶路撒冷吗 那我就要把这逃生的牛 就一直拉到耶路撒冷 他说可以将这只投生的牛 换了银子 他说你可以把这头生的牛 换成银子 然后这些银子 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那银子就到耶路撒冷那里 你再去买 你再去买 买寄生 那就是你先投生 这就是你先投生的 出手的 运输不方便 你可以这样做 运输不便 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就是说要这样去经营 他说要这样经营 去朝见神 这样去朝见神 去敬拜神 去敬拜神 就是你所有的收入 就是你所有的收入 都是神所赐福给你 都是神所赐福给你 那你就要怎样去运用呢 那你要怎么意运用呢 有哪些东西你自己可以吃 自己可以用的 哪些你自己可以用可以吃 甚至在哪里吃 你都有规定的 甚至在哪里吃都有规定 有哪些是属于神的 有哪些是属于神的 有哪些是神要你周济穷人的 有哪些是神要你周济穷人的 都是要分配好 都要分配好 这样你就是神的儿女 这样你就是神的儿女 在每一方面 我们都去听神 和诸明他 在每一方面 我们都听神尊容他 我们就会蒙福 我们就会蒙福 就是最后一节 就是最后一节 就是说你的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 这一切事上 慈福于你 这样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 当你听神的话 用神的方式 当你听神的话 用神的方式 你能够有一个慷慨的心 你能够有一个慷慨的心 有一个诸明神的心 尊容神的心 向神献上礼物 向神献礼物 以神为你的神 在神所立名指定的地方 在神立名 立他名所指定的地方 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 神说我要祝福你 神说我要祝福你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可 Odisha什么 标准道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的诗歌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盾牌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的诗歌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我心承送你 我的灵 昼夜向你欢呼 我心 我心承送你无助 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喜乐 你是我的安排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的诗歌 你是用你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我心 我心承送你 我心承送你 我的灵 到日落赞美为宝座 我心承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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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出到日落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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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多爱 多能力 我们呼求你 你更多在我身体 多爱 多爱 多能力 你更多在我身体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灵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力量 你是我主 你是我主 多爱 多能力 你更多在我身边 我不求祢 多爱 多能力 你更多在我身边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灵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力量 你是我主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心意 我要敬拜祢 进我的力量 你是我主 你是我主 我们的主 我们敬拜祢 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要敬拜祢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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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在万民里面 我们是被拣损 主 主 主 我们是有位 爱我们的神 主 主 主 我们要去到感谢赞美你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到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万民里 我们是被拣选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 主要是我们感谢赞美 我们一同开声 去到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Zither Harp 祝我们赞美你 祝你选择我们每一个 祝我们在母福里面的时候 祝你已经去到 拣选我们 成为你的子民 是圣洁的子民 主我们去到 谢谢你 祝你并且称我们 是你的儿女 祝你是何等的尊贵 是何等的蒙福 主我们去到 多谢赞美你 今天神寄出 新闻记十四章 跟我们说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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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颜上替光 凡可真的物都不可吃 盗着或是分体之中 不可吃 这些瘦的肉 你们不可吃 死的也不可摸 凡有刺旁爬行的物 是与你们不结症 都不可吃 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 不可用山羊糕母的奶 煮山羊糕 神这里说了很多不可 不可 但是今天 神问我们 孩子 你知道你们的身份吗 你是我圣洁的 简选的意味吗 但是你们在很多事情上 有没有知道这个身份 与这些世界的东西 画上一条界线 神问你们 有没有不可 你知道是不可的 但是你却依然去做 好像今天牧师说 不要打麻将 不要买六盒彩 不要与这个世界连结 在职场 在你的侍奉 分别为圣 做出神仪女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到思想 你可以坐下 敬拜队可以 一路唱歌 我们思想 我们有些什么 是不可 但是我们却做了 不可 用山羊糕 母的奶煮山羊糕 特别你是小组长 你的口 是造就安慰劝勉 还是来到攻击你的祖元 你是来到 喂养你的祖元 还是来到 因为祂击你 你就攻击祂 伤害祂 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我们的口 是用来攻击人 还是用来造就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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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你隐藏 求你一种 向你更深 更深 让我们反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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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的思想 我的心向你掌握 我们的眼光 向你光照我 向你光照我 这里 是看着我的眼光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心 我们一伤的手 我们的脚 我邀请大英姊妹 可以在这个位置 去到跟神谈心吐意 让我们每一部分 都敬畏神 尊荣神 显出我们是神的女儿 义子 甚至我领受我们当中 还有人吸烟 你介绍脱这个烟瘾 甚至 你不能够不骂人 你是一位上司 是一个有遗分的人 但是 你却留不住你的口 来骂你的下属 求神你都帮助我们 求神你都帮助我们 让祂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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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祂的身份 进入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灰改归向祂 祂求你赦免我们 祂求你帮助我们 祂求你帮助我们 看不见 护神你的心 祂求你看我们 是你的耳垂 我们的心 就是你的耳垂 我们在鼻尖酸 再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仍然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仍然停留在罪的里面 我们做不到归夜 和华卫星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封锁 我们可不见神你的爱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黑了 我们看不见 神你的心意 你对我们那种的简讯 祂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进度去 神你愿意给我们的心意 你想给我们的祝福里面 祂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单单属于神 祂求我们要单单属于你 祂求我们要单单属于你 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介入 在我们和神中间 没有东西可以介入 在我们和你的关系里面 就是因为你是这样 祂求我们要单单地爱我们 祂求我们要却做我们 祂求我们叫我们 祂求我们 姜感 祂求我们 祂求我们 祂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渴 premature 是用來造就好多人的生命 讓我們可以起來的 主要幫助我們 主要換出你聖結的意外的身分 主要我們多謝你 主要將一個無可求你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主要將一個無可求你的心放在我們裡面 我將身體獻上的錯過境 一生做你神見你祈明 一生這樣基督的神秘 令我們一起去祈禱 祝你打開我們每一個人屬靈的眼睛 打開我們的靈 將神的話刻滑在每個弟兄姊妹的裡面 你們 你們是耶和華 你們神的疑慮 今天經文的第一節已經去到宣讀 你們是耶和華 你們神的疑慮 因為你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結的文 因為你 因為你 因為你一生所行的事 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結的文 是為聖結的文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聖結的文 你是聖結的文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你所思 你所看 你所說的 都是聖結的文 聖靈 你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 領受 領受這對的聖經 進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進入 進入 歸耶和華 你神為聖結的文 歸耶和華 神為聖結的文 主要將這個生命進入 進入弟兄姊妹的靈裡面 主要你宣稱我們是聖結的文 在我們分結的時候 在我們分配的時候 主要將你宣稱我們是聖結的文 主要我們就這樣領受 Amen 更深的領受 更深的領受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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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聖結的兒女 Amen 主要我們是聖結的兒女 我們是聖結的兒女 求祢是我生命深切 能忘祢愿纳 能忘祢愿纳 祝父耶稣基督的名 求圣灵亲自的来到一宫离婢 神亲自在你们的颜上 画上归耶和华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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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祢的指头在我们 归云的颜上归耶和华为圣 求祢再给祢 求祢听到祢的身份 祢说的神都有 你画上归耶和华为圣 祢先做祢神接力气敏 我将生命先上为祢而活 为祢呼吸 我将生命先上当作我听 祢神做祢神接力气敏 祢神做祢神接力气敏 第十四章 第一節 十四章 第一節 Children 要對 Lord 要和國 神的 兒女 而女 你們 耶和華 你的神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把神給你的身份 本質放在你裡面 這是你的價值 是你的本質 永不改變 不是世界的東西 不是世界的認同 不是世界的身份 不是世界的身份 是屬天的身份 是你寧侶生命的本質 這四個字 兒女 你們 耶和華 你的神 我們的中文翻譯就是 你們是耶和華的神 神的兒女 我們中文翻譯就是 你們是耶和華 你們神的兒女 耶和華 你們的神 第一個字是兒女 第一個字是兒女 你 你 是兒女 是兒女 是耶和華的 是耶和華的 是你的神 是你的神 不是世界的 不是世界的 我們不要成為世界的兒女 我們不要成為世界的兒女 不要效法世界 不要被世界塑造 不要被世界塑造 也不要想從世界 用什麼世界的方式 得到祝福 也不要想從世界任何方式 得到祝福 得到安全感 得到認同 聖靈你將兒女的 identity Value 放在我們每個人裏面 聖靈求您把兒女的 identity 跟Value 都放在我們裏面 放在你們裏面 放在你們裏面 耶和華 你的神的兒女 耶和華你的神的兒女 你是 你是 主 祢將這個靈女的領受 深深地放在我們心中靈女 主 祢把這靈力的領受 深深地放在我們的靈裡 我又奉耶穌基督的命 求聖靈幫助你 在生活的每一方面 在生活的每一方面 無論是錢這一方面 無論是錢 飲食這一方面 一切的禮節的方面 一切的禮節 你都學習敬畏耶和華 你都學習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好像兒女 敬畏孝 孝順父親一樣 好像兒女孝順父親一樣 你是神的兒女 你是神的兒女 學習敬畏祂 學習敬畏祂 這個功課學不完 這功課是學不完的 學習時常 凡事都敬畏祂 做什麼 講什麼 吃什麼 做什麼 說什麼 吃什麼 去哪裡 去哪裡 想什麼 看什麼 都要學習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就是創造你的天父爸爸 就是創造你的天父爸爸 主給你勇氣 給你信心 主給你勇氣 信心 給你能力 我又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也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這樣耶和華你的神 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 賜福於你 這樣耶和華你的神 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 賜福於你 無論你去哪裡 無論你去哪裡 做什麼 做什麼 想什麼 講什麼 講什麼 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什麼環境 什麼環境 重視是現今的環境 COVID的處境 在疫情的環境中 世界彼此相爭的處境 經濟艱難的處境 耶和華都讓你 耶和華都讓你 讓你所想的 讓你所想的 所說的 所說的 所做的 所做的 所要的 所要的 在這一切事上都賜福於你 願神的命 在你身上得著榮耀 願神的命 在你身上得榮耀 你是神的兒女 奉耶穌的命 祝福你 奉耶穌的命 祝福你 孩子祝福你 耶和華神與你同在 耶和華神與你同在 祂是你的神 祂是你的神 Amen 阿神 耶穌祐 阿神 雷阿神 阿神 谢谢大家